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陶天魔物汹涌 看不见这尊妖圣的躯体 只见到了如两盏红灯笼一样的巨大血谋 由远而近的快速逼来 很显然 那是一个庞然大物 身躯多半可以一压毁无尽的上古大月 让叶凡感觉灵魂都要离体而去 被妖圣契机牵引 恐怖到了极点 妖气冲销 这尊妖圣仿佛可以摘星拿月 人未至海啸一样的可怕波动已经卷到了 整颗萤火古星都在抖动 一声大吼 如万虫惊雷一起乍响 这天地断时崩开了 滚滚妖气沸腾 淹没了所能见到的一切 叶凡头上的顶巨阵 万物母气垂落 每一缕都可压碎一座神山 为世间作以珍贵仙料 此时当当作响 音波如有形神剑劈在上方 将他与叶凡一起打飞了出去 叶凡大口可血 金色血液洒落穿透了虚空 他在远处艰难的定住身形 一脸的惊悍 这就是真正的妖圣 不可力敌 世间谋你远行 而今在这颗古星上 谁可敌呢 甚至就是在北斗星域 又有谁能挡住 因为叶凡改映到了 这尊妖圣的气血 太旺盛了 比刚才的黑色汪洋还浩瀚 淹没了整片天地 他觉得 比见过的太古祖王 还要恐怖很多 黑雾汹涌 遮天蔽日 浩瀚无边 滔滔而上 天地间 每一寸空间都是 像是一片星域在震动 又如一片银河被染黑 而后坠落了下来 这是无量的神能 在滔天的妖气中 一个巨大的身影 立身在前方 俯视这里 除去两盏如红灯笼一样 巨大的血眸外 什么也见不到 然而 叶凡却在第一时间 知道了他是谁 恶族 与当年所见一样 他脱困时 也是如此声势浩大 而今呢 更有过之 这种惨烈气息足以震视 营火成为世间最大的苦海 整颗生命原型都成为了仙藏地 所有遗迹都被吞进了魔海眼内 本座苦守二十年 炎剑将要入内 取出将来用以正道的闲葬 却在一瞬间被你扰动 一切成空 隆隆的怒音划破长空在天地间激荡 像是雷鸣一般震耳欲聋 恶族虽怒 但声音却平静于冷漠到了极点 死死地盯着他 两盏血红的毛子 充满了残酷与无情 大恶 老妖魔 叶凡大叫 他心中大恨 不说当年在这里死去了那么多故人 就是逃到了北斗星域 也不得安生 让他充满伤感 他们兼有大仇 万无母气圆根 真是天运高龙 难道是上天在弥补 给我送来了最珍贵的咸料 恶族冰冷的血谋出现波澜 而后慢慢融化 发出雷鸣一般的大笑 叶凡面对这钻妖声 深深地生出了无力感 想杀却无力 他紧紧地握紧了拳头 二十几年前横渡那么远 你还能回来 只是出乎我的意料 这条上古大恶森然冷笑 在黑雾中露出一个模糊的轮廓 那是堪比山岳的庞大躯体 妖恶 你害了我那么多同学 为何要那么做 叶凡大吼 恶族呢 像是看乙虫一样俯视着他 没有一点情绪波动 我对几只虫子怎样 还需算计吗 顺势而为而已 他所说属实 到了他这等境界 对当年的凡人怎么看得上 按照他所说 不过是随性而为 连画出一缕元神 灯渡青铜骨关也是如此 叶凡苦涩 许多同学的死 根本就没看在恶族的眼中 人家只当是踩死了几只蚂蚁 算不得什么 都没在心中留下痕迹 你为什么 没有亲身登上青铜骨关 我不离去 一是因为那青铜骨关中的东西 而是因为我知道 释迦牟尼在前路上 我不想与他再遇 三是因为 我要等迎货摩海眼前年一开的先远 说到这里 恶族的血谋又冷了下来 叶凡坏了其大事 让他杀意无边 突然 十万天茧冲销 蒸蒸有力 乱天动地 那是一片片恶林 铿腔作响 在黑色的水泽上方 画成一幅铠甲 在一声声金属拆音中 一副黑金甲皱穿在了恶族的身上 他化形成了人形 高大雄伟 身高两米 降临而下 这是一个魁梅的中年人 气势破人 跟一个魔神似的 一步一步向前走来 周身缭绕带状黑雾 压迫的人要窒息 与在北斗星域见到的神恶不同 他浑身的甲皱都是黑色的 闪烁冷冽的金属光泽 全身除去浓密的黑发与血眸外 都被笼罩在内 传世圣衣 能祭练出传世圣衣的存在 那是极其可怕的 尤其是这种一看 就是可横渡星域的腰圣 在北斗都难有人能收 叶凡心中大恨的同时 也有太多的疑问 你为何被镇压于此 可是来自这片星域的水蓝色星球 两千年前 我千辛万苦横渡星空 来到那颗水蓝色的星辰 寻找古仙 却不曾想被世家镇压 恶祖提到往事 眸子更冷了 不过话语始终无波动 他无情而冷漠 你可知那颗水蓝色星辰 而今为何没有了修行者 叶凡尽管恨不得食其肉喝其血 但更想问出更多的上古秘心 我遇一段星空古路逆先而行 追先之秘心来此 却被镇压 恶祖的眸子杀意激增 有石山血海浮现 鲜血淋漓 以往便知 他在漫长的岁月中杀了无量生灵 你可知那九龙拉着的青铜骨关之谜 叶凡难得见到一个上古妖神 离地球如此之紧 迫切想了解一切秘密 小子 你的话可真多 我送你上路算了 已经满足你很多问题了 恶族杀气营销 躯体轻轻一阵 天崩地裂 慢着 你可知我是怎么逆转而归的 我知晓释迦牟尼的一切 你告知我秘心 我便告诉你星空另一端的事 叶凡大叫 为了解惑 也为了拖延时间 九龙拉关 神秘而遥远 一生共见过两次 第一次是五千年前 在星域身处一颗破碎的生命原星上 我以为得到了大机缘 想打开它 却差点坏了我一世的道行 就此一生 险逃而去 这尊上古大鳄悠悠道来 叶凡自语 心中震撼 到底存在多么久远 不说九龙拉关 就是恶祖的寿缘也够吓人 五千年前就存余时间了 而整个古中国 有文字的记载的历史 也没有这么远 当然 那段消逝的岁月不算 到了而今 不用谁细说 他也能知晓 地球上必存在过一个神魔时代 你到底诞生于何方 枯寂的宇宙中 有几颗生命原星 都有什么联系 星空古箭头在哪里 世上有没有闲 有印象地唯一 全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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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